大家好,我是晨晨妈 今天这一集呢,咱们来织帽子 这一款帽子呢,它的款式特别大方 而且很经典,男女老少呢,都可以来戴 然后这个帽顶呢,它的这种收贞方法 形成的这个帽顶也是特别好看的 这个帽子我们可以用任何的线材来织 都可以,我这里用的是比较粗的线 稍微粗一点的线,配的磅针呢 我配的是这个8号的磅针 8号的磅针是4毫米粗 4毫米粗 那这个帽子呢,它的织法是特别特别简单 那很多朋友就会问到 如果您的线针跟我的不一样 那怎么去确定自己的起针数呢 好,那这里我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自己呢,今天把头发打下来 我量了下自己的头尾是有56厘米 那么我们织的帽子的帽尾其实并不需要56厘米 对不对,因为这个帽子它是可以撑开来戴的 对吧,那么其实它只需要多少呢 用你的头尾减8等于48厘米 那我们大概的就是用自己的头尾减8 大概就是减8左右 得出的数字就是你要织的这个帽尾的大小 好,那比如说我需要织一款48厘米的帽子 那我用自己的针线织一段 比如说我起了十针织一段 织一段呢,大概有8厘米长 对吧,有8厘米长 那么我需要48厘米 然后呢,就去用48除以8再乘以10 这样呢,大概就知道呢 我们自己用自己的针线来织的话 需要起多少针 好,大家明白吗 我们就是这样去确定自己的起针数的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开始织了 这个帽子呢,我们除了需要四根磅针 还需要剪刀缝合针和四个记号扣就可以 好,那现在咱们就来开始起针 那我们起针呢,用的是这种方式 这边呢,是线头 大家留稍微长一点 看自己需要起多少针 稍微留长一点 这一款帽子呢,我一共起了76针 大家注意我们的起针数必须是4的倍数 必须是4的倍数 好,那我这里还是起76针为例 来给大家做个示范 好,这样就相当于起好了两针 我们起好自己需要的针数 我的76针呢,起好了 现在咱们需要把起的所有的针数呢 平均的,大概平均的分到三根磅 三根磅针上来圈支 我先挑25针下来 第一根磅针 挑到25针 再挑25针到第二根磅针上 二根磅针也挑到25针 好,现在三根磅针 咱们要圈起来支 在圈之前呢,注意把这个方向捋一下 就是这一条边呢 不能让它扭起来 好,咱们把它交叉 翻转 好,现在咱们就开始织了 这个帽子呢,表面看起来好像是那个单螺纹 但其实呢,它跟单螺纹还是有差别的 并且它织出来呢,会比单螺纹更厚实 比它会更厚实 然后它是每两行 或者说每两圈一个循环重复 好,现在咱们就开始编织 第一针,咱们需要织上针 把咱们的右棒针放到织线的下面 第一圈是特别不好织 大家一定要慢一点 第一针织上针 咱们把这个地方拉减 第二针织下针 好,接下来咱们就重复 一上一下 把这一圈织完 不加针,不减针 一针织完 织完一根针,织另一根针的时候 第一针一定要拉紧 好,大家一定要拉紧 知道呢,有起针线头的这个地方 说明我们一圈织完了 那现在咱们开始第二圈 刚才有一个忘了提醒大家 为了大家不容易搞错 我们三根棒针上分配的针数 建议大家分配双速针 好,现在第二圈 第一针咱们还是织上针 好,织线放下来 第二针是下针 那么下针这一针 咱们就挑过来布织 好,然后我们就重复 这两针的这个织法 又是上针 碰到上针 还是织上针 碰到下针的时候 先把织线带下来 然后把下针挑过来布织 好,又是上针 下针挑过来 织上针 记得先把线头 把这个织线带上来 织完之后 记得把织线放下去 再把这一针下针挑过来布织 好,我们就不断的重复这种方法 把第二圈织完 然后呢,我们就 两圈织完了之后 我们就 后面就不断的重复 第一圈第二圈的织法 一直的往上织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帽子呢 它的编织是特别特别简单的 好,这里再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第一圈呢 就是一针上 一针下 一针上 一针下 重复的织 把这一圈织完 第二圈呢 就是 第一针是上针 第二针下针 就是挑下布织 好,就重复这两针的织法 上针 挑下布织 上针 挑下布织 这样呢 把这一圈织完 然后第三圈又重复第一圈的织法 第四圈又重复第二圈的织法 就是这样 重复第一第二两圈的织法 一直的往上面织 好,那这个要织多长呢 这个就跟个人头尾大小有关 好,那我这里呢 其实我觉得我的头尾呢 头的大小应该是 属于一般大小吧 所以这个数字 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 就是 我这里这个帽子 这一部分折起来 这一部分是6厘米 折了6厘米 然后呢 到这个需要减针的地方 从这个地方 现在折了之后 从这个地方到需要减针的地方 是14厘米 然后呢 从最底下到帽顶 是20厘米 20厘米 那如果打开来看呢 从最底下到需要减针的地方 这一段呢 我支呢 有20厘米长 20厘米长 也就是说 后面减针部分 我大概有6厘米长 这就是我的这个帽子的尺寸 那么如果你这个折起来 这一部分 你喜欢更 折的更多一点的话 那你就多支几圈 还有就是 我这个帽子呢 我自己戴呢 是大概可以 就是快要盖住 那个耳垂的那个位置 就是可以戴到 快要盖住耳垂的位置 如果你喜欢这个帽子 更深一点的话 更深一点的话 那你这一部分呢 你就也可以多支几圈 多支几圈 大家明白吗 所以我们从最底下 一直到这一部分 我们都是像刚才一样 重复第一圈 第二圈的支法 大家就这样 不加不减的 重复这两圈的支法 编织自己需要的长度 支完了之后 我们就要来开始进行 这个帽顶的一个收针 我这里呢 二十厘米长的 这个整体的帽身呢 已经支完了 好 又回到了这个起始处 那现在呢 咱们就是要开始 这个给帽顶来收针 帽顶收针呢 我们永远是在四个点收 一二三四 那么每一圈呢 都是在四个点收 每一个点都是 以中间这一针为中心 把它左右两针 和中间这一针 三针并左一针 然后必须让中间的这一针 在最上面 这样呢 才比较好看 所以呢 那这里呢 就存在一个分针 这个分针怎么分呢 我们的原则是这样 我以自己的 起的76针为例 76针减掉四个中心点 减掉四针 剩下72针 72针我们要大概的平均 分成四份嘛 一二三四 对吧 所以72除以四的话 说明每一份大概是18针 每一份大概是18针 而我们中心点的这一针 又必须是放在 正面的下针的这一个位置 必须是放在这个位置 这样才好看 所以呢 这里呢 我就已经给它分好的 好 然后呢 每一份大概是18针嘛 那我从起始处这里 数了9针过来 在第10针处 24689 在第10针处放一个记号扣 这是咱们的第一个收针点 然后呢 又数了17针过来 在第18针上放了一个记号扣 因为咱们的这个点呢 必须是下针 24681012141617 是吧 我是在第18针上放一个记号扣 好 然后这一边呢 咱们这一侧 也就是说 这个帽子 如果这样看是正面的话 那么这个 这一部分的帧数跟这一部分必须是相等的 而两个侧边的帧数必须是相等的 大家明白吗 所以呢 我是从这边开始的 我是侧边给它分了这个 19针 分了19针 然后呢 中间是17针 这边也是19针 然后这里呢 也是17针 就是这样来分的 咱们分针呢 可以让侧边比这个中间呢 稍微多个两针 好 那分好了之后 现在咱们就可以进行冒顶的收针 冒顶的收针呢 咱们是每两行收一次 每一次都是在四个点收 而每一个点都是以中间这一针为中心 把它左右的两针 就是这三针呢 三针合为一针 每一次都是这样来收 并且每一次收针都是在轮到了 之一上一下的这一行的时候来收 好 这一点大家必须明确 好 那现在咱们就可以开始 我这里就开始收第一次了 好 一针上 一针下 好 那现在咱们来到了收针的地方 咱们把 现在咱们要把这三针 三并一 好 我们先挑下前面两针布枝 第三针织下针 再把刚才挑下布枝的两针拨收过来 好 每一次收针都是用这一个方法哦 都是这样来织的 好 那么这一针呢 该是下针 咱们还是织下针 该是上针的织上针 咱们就这样织过去 咱们帽顶收针的第一行 我已经织过来了 刚才在这里呢 完成了第一个点的收针 现在来到第二个点 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么后面的织法呢 跟这一圈呢 前面这个呢 是一样的哈 好 前面两针挑下布枝 第三针织下针 再把布枝的这两针呢 咱们把它拨收过来 好 然后呢 碰到是下针 继续织下针 碰到是上针 继续的织上针 大家就用这种方法把后面织完 我们来到 帽顶收针的第二圈 帽顶收针的第二圈 那么刚才说呢 咱们是每两圈收一次 所以现在第二圈 咱们就不用收针了 那就是用原来一样的 那个编织方法来进行 编织就可以 好 第一针 咱们还是织上针 碰到是下针呢 咱们挑下布织 好 然后就重复了 一针上 一针挑下布织 一针上 一针挑下布织 咱们就这样重复的织 好 如果织到了 中心点这里 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呢 是三针下针 那这里怎么织呢 好 按道理来说呢 咱们这一针上针织完之后 这个下针应该挑下布织 对不对 但是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咱们这一针下针 还是要织掉去 中心点这一针 咱们挑下布织 它两侧的这个两个下针 咱们正常的织 好 后面跟这个是一样的 完全一样 好 咱们织过来 上针 挑下布织 上 挑下布织 织到第一针 第二个点的时候 再给大家演示一次 好 那么 这边呢 马上就到第二个点了 所以这一针呢 按照正常来知 咱们是不是应该挑下布织 对不对 但是因为它是第二个点的右边的这一针 所以咱们这一针需要织下针 然后中心点的这一针 咱们是挑下布织的 棒针是在织线的上面 这一针挑下布织 那中心点左边的这一针下针 咱们也要织下针 好 其他的就正常织了 这就是这个收针的 帽顶收针第二圈的织法 那后面呢 咱们就是不断的重复这两行的织法 一直的往上收 一直的往上收 我这里帽顶呢 知道了中间只剩下一针 旁边剩下三针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这一两圈该怎么收 好 这一针咱们还是正常的织上针 那这一部分因为中间只剩下一针了 所以咱们就二并一 把这一针挑下布织 这一针织下针 再把挑下布织的这一针拨收过来 那这一边也是一样的 好 挑下布织 那这个侧边呢 收了一针就只有那个 就只有两针了 这一圈的四个点的收针 咱们都是这样来收的 好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中间的这个针数全部收完了 两侧的就只剩下两针了 那么整个磅针上呢 就剩下了八针 那么最后这八针呢 咱们再织一圈的 全部的下针就可以断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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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织完之后 就可以断线了 把线剪断 我这里就不剪了 给大家做个示范 把线剪断之后 把这八针全部穿起来 穿起来之后 把它拉紧 从 大概找个位置 把线头戴到里面 在里面隐藏一下 把线头隐藏一下 最开始的 起针的线头 大家需要隐藏在正面 因为这个帽子是这样 折起来戴的 如果隐藏完了之后 最后帽子织出来 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它的帽顶是挺好看的 好 大家学会了吗 谢谢大家